我还是会有急躁的时候 可是当然跟年轻的时候比好很多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是被我姐气过好几次 对 年轻的时候大S是我的一门功课 我们是真的的朋友 这几年来大小S的消息 几乎霸占整个娱乐圈 反观他们的闺蜜阿雅 却是最最最低调的那一位 你为什么要笑我 然后他就他也不想认输 因为他觉得在我那种好学生面前 认输是很丢脸的事 他说 就没有啊 我说那怎样 然后他就没有啊 我说就这样 就这样一个小时 所以这样也没有人出手吗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订故机 我只因为太气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最后我就说 好 那你先回去了 你要再找你 阿雅是家中的老妖 上头有个姐姐 由于柳爸爸50岁才有了她 阿雅从小到大都是家里的宝贝 这也养成了她开朗乖巧的个性 阿雅就是那种处处就是很希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的人 他就会偷听人家讲话 然后就加个几句啊 然后有的人就是不理他 因为我很喜欢开玩笑 就很想要找到可以一起开玩笑的人 然后他就偷听我们俩在开玩笑 我们俩就说那个谁谁很像猫王 他就说 诶 你们是在聊猫王吗 我会模仿猫王吗 我会把别人摩开啊 然后他就模仿起来 是哪来的门啊 然后就想说 这个人还蛮配合的嘛 那就跟他做朋友 对我就说 阿雅那你会模仿猫王叫Michael Jackson吗 然后他就还真的可以 上了华岗艺校之后 阿雅和大小S 吴佩慈等人成为好朋友 因为他随和不爱发脾气 在团体中一直都是被闹的角色 我还记得那时候 你记住过什么 最无理的要求是 那时候我们教师你还记得大兵 在二楼 然后楼下就是那个篮球场 所以很多男生就为了耍帅 他们就会比如说 直接把我们二楼那个窗户打开 然后就这样子 这样攀那个墙壁 然后直接就这样一跳 然后跳到篮球场就开始打篮球 然后当时我跟大雅就说 哇 阿雅 你看那样男生好帅 敢从二楼跳下去 我们说 阿雅 你敢不敢跳 你不是什么都敢做吗 然后我们就一直说 阿雅 你可以啦 你那么像男生 你就跳啦 阿雅 跳下去 阿雅 你一定可以的 然后跟大雅姐两人就一眼 你这样你一言我一语 然后就一直鼓励她 然后阿雅就说 好 然后就从二楼这样 跳下去 因为就手摔爛了 然后反正是伤的爬上来 看到他们一群人坐在那边 哈哈 刚刚去跳楼 没有啊 没有 他们需要你 然后他一回来 他以为他跳完之后 我跟大雅姐会赞赏他 说 阿雅 你好厉害 只要他一进教室 看到我们男人在那边装睡 每次下楼走那个楼梯 我都会 因为我一定要走在右边 不然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就一起下楼 下楼下楼 然后他就会走逼我前面 然后我就会整个这样 把他推下楼 这是什么游戏 这是伤害 没有 然后阿雅就会这样 然后整个推下楼 然后他就说 你刚想起来我都差点忘了耶 他说你干嘛推我啦 然后自己这样扭到什么的 他就是每天好像要看我 就差点要摔得狗试试 他才会觉得 我就会说 阿雅你不能怪我 这是因为你没有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阿雅不信 你现在同样的情况 你推我 我走楼梯你推我 阿雅你推我 然后我就说 你看他有练太敌就是这样子 不知如此 他的外表也一直被小S 拿来开玩笑 我们三人组没有配置 是我跟大S还有阿雅 所以整个水准就被我和阿雅 拉很低 阿雅整个拉低我们的水瓶了 因为他以前就是男扮女装 以前都说出国钱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 恢复女人党 女装但是很有男人味 有网友觉得小S这样很不尊重朋友 但阿雅本人其实不是很介意 在真的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他也会直接跟好友说出心里话 有一天工作的时候 我就真的开了他一个玩笑 然后当下他就非常的安静 没有对我做任何回应 工作结束之后 他就过来找我 他就说 西蒂 请你以后不要在 众人面前这样开我玩笑 我很不舒服 而且我不喜欢这样 我想要跟你很慎重地道一个歉 小时候的玩笑可以开 但是每个人都会改变 每个人都会成长 后来我们重新再见面 我们都改变了 都长大 我就知道 OK 我不能再这样对阿雅 而且跟小S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阿雅不只是会忍其吞声 他偶尔也会反击 你一定是中戏人还不承认 你一定是人要还不承认 我只会觉得 这男人干嘛留长法 你很烦耶你 你很完便 留在学习上 请问你是金刚芭比吗 不过反观 大S可就不一样了 他和阿雅在2019年 和小S 范小轩一起录制节目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节目播出后 舆论一面倒地说 大S跟阿雅不是真正的朋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德华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不想听 为什么 要听的举手 瓦宅真的好倒霉哦 为什么 他真的很不需要 你这种人来帮他宣传 我手上有他亲手写的剧本 而且我还跟他接过文 跟他接过文 原来在节目上 大S对阿雅讲话比较尖酸 还曾经说阿雅是五五身材 更对黑人讲 阿雅现在沉迷于眼女强人 越来越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要黑人好好教训他 此话一出 小S干醒提醒姐姐 不要多讲会被骂 大S就才赶快闭嘴 诸如此类 大S单向对阿雅的亏 在节目中常常可以看得到 也难怪观众会替阿雅抱不平 而面对网友的骂声 大S就回应 老娘我就是女魔头 可惜并没有得到支持 因为女魔头是中性词 你应该为自己找一个贬义词 你说阿雅是你们当中 最不高级的这句话 让我觉得你很low 面对铺天盖地 对于大S的批评 来听听阿雅的说法吧 因为西蒂自己就有说 大S是半君如半虎 高中就是我们华钢艺校三年 只有我是从第一天 就是我们换成座位 两个人坐在一起之后 三年全部是我坐在他旁边 做了三年我真的 其实有一阵子是很 很弃他是不是 可是我们同时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很需要被保护 对 其实你也知道他内心是关心你的 可是我就记得有一次 因为 因为我爸大概是从我高中二年级 就心梗 然后心梗之后就 就开始健康 就一日不如一日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跟我爸感情超好 虽然他年纪很大才有我 而且我是真的 就是后来工作每一天都打电话回家 跟他说我爱你 但是因为我意识到 我可能快要失去他 然后就有一次 也是就是 就是接到电话就赶到医院 然后那次我爸 沉淀一下沉淀一下 沉淀就会哭出来 我们就哭就哭呗 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就哭嘛 然后那次 那次我爸 我爸一看到我 我爸就哭了 然后他就说 小雅啊 对不起啊 他就说 就是说让我这样子 经常去医院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你讲什么啊 我说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握着我爸的手 然后在那边 就要开始办很多手续啊 什么的 反正那时候 我妈跟我姐都没来 就是我跟我爸在医院 然后再弄弄弄 突然我看到有一个身影 熟悉的身影 在那背后 我一转头 是西元 我说你怎么会在这 他说 没有啊 就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帮什么忙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啊 因为那些流程 我都已经很熟了嘛 我就在那边弄了弄 然后他就过去 我爸的时候 他说 刘爸爸你没事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然后我爸爸也说谢谢 然后他就去买饮料啊 什么的 然后 那个让我 所以你没聊到 我姐是第一个出现的人 嗯 看得出来 在阿雅心中 大小S的人并不坏 对于被亏这件事 并不想计较 而且在最需要人 帮助的困难时刻 都是他们姐妹俩陪在身边 连他出道 都是因为大小S 那你们俩当时已经是艺人了 阿雅有表达过说 他也很想加入演艺圈的说法 当然有啊 他就是也很想当艺人 然后他就想说 他可以当协星啊 可以主持啊 那你们去录音的时候 为什么不带他去 我们都有带他去啊 后来我们的记者会就直接 跟公司说 我们要找他当主持 所以你们当初带他去的时候 有得到好的反应吗 有一次上那个《综艺万花童》 然后他们就是要有一个 跟观众一起演短剧的那个机会 然后我们就 他就在观众席嘛 我们就说 那我们要找他 然后就加他上来 然后演了之后 他就开始当助理主持了 对 应该就很放得开 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飞哥的 什么很好 幸福吗 很美满 对 那我跟黑人一起去上呢 所以是你们是他的贵人 也没有到贵人 可以算是 就是会真正开始接触到演艺圈 是因为他们两个 是从 刷大前 变远军 说起阿雅的代表作 绝对是这首《刷冰》进行曲 不仅掀起全台运动 也让她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刷冰也是阿雅自己发想的 真的吗 高中的时候就有 我们就亲眼看她在现场玩过 因为我真的很爱吃刷冰 这是有传统的东西吗 一种舞蹈 不是不是 就是她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自己发明了那个东西在外 你什么发明的 我也不清楚 她就在班上跟朋友 就是跟好朋友一起耍宝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超爱吃刷冰 每次下课就约好朋友一起去买刷冰 然后说你们今天想不想吃红豆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刷刷刷 然后就刷出来这首歌 你发明的 对 哇 很厉害耶 超经典的 对啊 所以导致最后她的那个下场 就是路人在她面前 都会开始大跳刷冰舞 其实我蛮幸运的 我看过各式各样的人 在我面前跳刷冰舞 比如说那个司机 包括喇嘛嘛 后来她陆续演出怀孕公主 贫穷贵公子 第八号当铺等剧 2006年更占别演艺权15个月 赴美国游学进修戏剧表演课程 西蒂你刚骗观众哪有变漂亮 你也骗过这么多 你还一直说我没有变漂亮 你哪里变漂亮 就成人的感觉啊 应该是主持人说来宾变漂亮 为什么我要说我自己变漂亮 回国以后 阿雅一步步迈向自己的演艺高峰 重版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主持没多久 2008年就拿下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进军中国大陆也获得亮眼成绩 2018年时更完成梦想 打造了自己的原创节目 奇遇人生 跟老妈谈恋爱 真的因为阿雅自从开始学秘宗之后啊 而阿雅的终身大事 竟然真的如小S预言那般 她与华侨男友Tony交往八年 2014年结婚并且生下女儿 隔年才爆出原来老公是转世人颇切 婚后生活美满的阿雅 曾经说她是我一生最好的伴侣 也常常在社交平台晒家族爱 这一路走来 阿雅虽然没有大S的美丽 跟小S的活泼 但她爽朗的笑容 稳定坚韧的态度 让不少人感到轻松自在 至今依旧是许多人喜欢的艺人 至今依旧是中国人的体育 和社交平台晒家族爱情 这次下集我可以帮上 优优独播剧场——作词 还有风景营 durante了一期